比较没有生活压力之后 然后可以去慢慢查资料 慢慢想事情 才有机会从这一个 查资料想事情里面 你们什么事吗 不用慌 才有可能说 从想事情里头得到一些乐趣 老的我实在不知道老的要干什么 对我来讲老的就是想事情的能力发达 是最大的收获 然后在网路时代 其实我觉得最可贵的就是 这些资料这么丰富 我学生时代懒得读这些东西 我都忘了我什么时候才开始读这个 那个高中时候根本都不读这些东西 无聊的要事 这边打仗 订一个条约 那边打仗 订一个条约 这个国王换那个国王 反正都你们家的事 我们永远在底下 什么事情都没有 到了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去读了这一套书 在读这一套书之前 好像是为了要了解 我慢慢开始了解 所谓的左派思想 我其实受到最大刺激是在剑桥 我在剑桥的时候碰到一个大陆的一个学生 也是蛮聪明的一个学生 他 他对台湾有好奇跟好感 那是一个家世很好的一个年轻人 我因为我年纪比较大 他年纪也大 所以觉得跟我谈得来 另外一个他家世很好 他们在文革的时候被斗死掉了 所以听他讲起来是树香世家 他们家在文革的时候还藏了很多文物 所以这好奇就跟我聊 那我那时候对共产党的理解 其实还蛮简单的 就是台湾宣传的那一套 所以共产党 共产党 我那时候还 我跟他谈话 那个习惯一直改不过来 我就动不动 就是共匪共匪共匪 然后他听了一听 我好像火了 我还是不知道说 这个词有什么地方不对 就是共匪啊 教育 他气了有一天 气了有一天 他说 你才是讲匪 我才知道 我怎么听人家匪 好吧 所以这样不能共匪 那怎么办 就这个很拗口 改不过来 你知道吗 所以这些统派 其实我觉得 这些统派都是没有出国 其实 老师后来你教他什么 我就说中共 中共啊 中共还好 中国共产党简称嘛 中共就中共嘛 那第二个 这是第一个啦 第二个吓一跳 他因为我讲 他共匪讲太多次了 他气了 他说 你以为社会主义有几种 我说 这就是问题吗 社会主义不就是共产党吗 不是 我在想 事情怎么有这么复杂 出国第一个事情是这个 因为社会主义这么多种 那到底有几种 我就不知道了 然后呢 再下来问我 你以为共产党有几种 我在想 连这个也是问题 这不会吧 共产党就共产党 不是哦 共产党很多种 天哪 怎么会有那么多种呢 然后才开始读一点资料 读一点资料 才开始什么 脱派脱派脱派 什么啊 共产党还有脱派 红军 然后呢 这个 赫如雪夫 然后 怎么听起来好像这个跟那个也不一样 那个跟这个也不一样 每一个都有点像不一样这样 那是我的社会学期 因为出国前都只跟石老师念 跟石老师念有一个 说起来其实是偏见 跟石老师念书的时候 石老师除了哲学看不起任何学科 看得起美术 看得起音乐 看得起文学 但是完全看不起社会科学 跟石老师的时候 石老师脑袋里头 社会科学就是 没有用的东西 是一群脑筋不清楚的人在讲的事情 我是回国以后 开始念一些社会科学的书 才慢慢知道 原来 石老师所有东西都叫人文 其实社会科学跟人文的东西 是非常不一样的东西 人文是在谈一个人的事 社会科学在谈一群人的事 尤其到21世纪的 总是这么复杂 你要谈一个人的事当然也可以 就是隐居起来 或者就是说不谈公共事物 你要谈公共事物 你不可以再用论语的方式 为正义得辟若北城 居其所而众心拱之 对不起 我打个岔 我们待会最后是怎么出去 你有没有想好 有 它有一个安全门 我们最好 一起行动 你要有一个人不知道怎么 它有个安全门是由内往外推 所以就不用锁门的 然后就会触到这栋大楼以外 然后就可以到 好 那可是灯呢 灯的话我想说 我们可能要用手机照明出去 是指这个灯吧 因为外面它会先关 他们电几点关 好吧 那我们就手机出去吧 好吧 那就先这样盘算 好 我们就继续了 所以 社会科学有很多不同面向 那 反正它是谈一群人之间的事 它不会是居起所而众心拱之那种解决方式 那一种解决方式 那个是非常原始社会才有可能那样子处理 对不起 反正那场 如果是准时九点半下课 我们两个人从外面出去 其他人从这里出去就好了 哦 也可以 好 好 免得 有人去把东西装好了 好 那所以 社会科学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事情 那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互动和过程 就像我们最近谈的这些事情 那所以 后来去读了这一本 我慢慢 我已经都忘记了 我社会科学怎么开始怎么读的 其实我自己都搞不太清楚 我的那种社会 社会科学背景到底是怎么跑出来的 记不太得了 虽然在 有好几个社会学的学者说 跟我谈社会学比 比跟别的社会学教授 谈社会问题还更有趣 谈社会问题啦 其实社会问题是一个很广义的社会科学的东西 那 以前读这个的时候 老实讲还是很吃力 因为这里头还是有些东西还是术语啊 比如说1814 1814到底发生什么事不知道啊 1793 1793发生什么事不知道啊 什么物业革命热业革命 拜托 然后一天大眼革命 然后第一共和 第二共和 第三共和 第四共和 第五共和 看了后面忘了前面 这个就是我的道路 对啊 我到现在也还常常就是忘了啊 所以 了解这么复杂的这一种事情 我觉得 一个 要到今天有Wikipedia 然后 有Timeline 读这些东西才开始 有可能变得是一个 非专家的人 可以 有机会去 涉猎 我们才有可能开始 重重得到乐趣 因为把它 很多东西 你把它当学位来念 真的 光是那个压力 就大到让你 没什么胃口 没什么性质 但是过去的这一种 参考书实在 太不发达 然后你就算有 百科全书 我家就有一套百科全书 那个翻起来 其实也是很累 所以 今天 我今天试着 故意 故意 只查中文 不是只查 先查中文再查英文 我以前习惯都是 根本就直接查英文 不查中文 因为中文的文件 常常觉得不太好 今天试着 模拟一下我们的程度 我就说中文 到底可以查到什么 对啊 就发现 还好 我查了一些资料 还好 还有一些资料 可是有一个叫罗兰夫人 我一查就 资料实在太少 我一查英文的那个罗兰夫人 很棒 很有趣的一个女孩子 英文的资料 其实还是需要 我还是鼓励你们 要看一下英文资料 看多少算多少 因为培养一点英文的能力 我觉得还是需要 破关你自己的眼界 其实要查也不是那么难 你直接把字点上去 它就有中文出来 但iPad就不行 就是电脑上 譬如说 你可以那个online的 那个dictionary 随时开着这样 对啊 就是你下载那个程式 我儿子帮我下载 然后我只要点 把那个单字 我就点上去 它就会 老鼠移到那个底下 自然就出现 从那个中文解释就出来了 你至少大概就了解了嘛 对 如果你看它翻译 你根本不知道它在讲什么 不要看翻译 因为我们缺的只是一些单字 像你这样养成习惯 英文就会进步 对啦 只是会偷懒 除了说我实在查不到那个中文 像我就发现说 我查不到中文 我就会试着去看英文的 但是我不会看很长 你会这样查吗 你有那种线上的 中英译字典吗 我彻底心虚 我完全不查之料 我就只把它印三遍 不好 真的这个读法很不好 你有那种 它那个叫线上即时翻译 的字典 对啊 我觉得你们要有一个 那个翻译根本不能看 就是根本翻的 比你自己翻的还烂 有那种线上即时的 它就是你把老鼠移到那个字 它自动就帮你翻译 只翻译那个字 那因为我们其实我们的英文的文法 其实我们的我们的英文的文法能力 其实够读很多英文的文件 我们只是很多单字不懂而已 所以有那一个线上单字即时翻译的辅助 你就慢慢会养成能够读一点英文的能力 就会跑出来 而且维基的其实它整个不是 不是那么困难 维基百科用的词又比较简单 对 它整个其实也没有什么很大困难 看所谓的那个 就是文法的问题好像不是那个问题 主要是单字的问题 对 所以你看可以看wikipedia 那个就帮助非常大了 可是其实我还是觉得 timeline还是很重要 就是那个大事迹 我今天其实没有打算要讲很多 今天我今天光是那个革命这一章 我就我就已经想说 分两个礼拜谈 不要今天一个礼拜把它谈完 然后下个礼拜我还是想说 要把那个timeline要把它给列出来 比较好 要不然我这个一次一次一直革命 你没有那个 你如果其实有一个timeline在那里 你在读的时候 这里有一个timeline 然后你读的时候 你比较不会 你读的东西会有一个 有一个程序性就会一直保留在那里 跟只读这个文字很不一样 我自己 连我自己都这样 我读工业革命的时候 只读这个字 一样很多事情混成一团 我最后是靠那个timeline 才把这个事情的次序 重新把它给理清 老师那你的timeline是自己整理的吗 没有啊 你只要打timeline French Revolution 就会有人帮你把跟 法国革命有关的大事迹都会整理 那我上一次的那一个timeline 因为很简单啊 我就timeline Industry Revolution 我就找到三份最常用的 因为Google它 它return回来的东西 它是按 一般而言是按点阅率的高低 所以我就得到了三份timeline 那三份timeline 其实就已经代表三种观点 可是你上次那是中文 他就是给的是中文 我中英文啊 我上次给的是中英文啊 我是那个 因为我上次是这样 我希望每一个事件只有一行 那因为同一件是用英文写很长 用中文写很短 所以当我发现那个英文已经太长了 我就只要把它翻译成中文 那如果那个英文没有很长 我就剪贴嘛 我上次那一份其实是 会整三份timeline出来的 所以听老师讲其实比较清晰 没有 关键是timeline 有timeline你就会开始比较能够理解 因为这个时间会 你看一下这样 一下跳下去 对 尤其你如果有timeline 然后你把那个因果关系看 因为它的这个 它讲时间 它是照事件 而不是照时间 它把这件事件讲完 然后下来又要讲它的因果 然后又重新时间又来 所以你就没办法汇整到一块 你不知道它在讲哪一个事件 可是你有timeline 你把它第一次讲的 你就会知道这个timeline的意义 然后第二次再讲 你会知道这个timeline的内容 第一次 然后再来它会讲它的影响 你看第二次 它就事件就会比较跑出来 所以timeline其实是很重要 timeline其实变成是 你自己的笔记 那你有用timeline整理起来 你才会真的了解 那个前因祸果 你才会有一个 事情发生的 这一个顺序 跟那个因果关系 才会跑出来 这边都是英文嘛 timeline一定是英文 那中文是老师自己加进去的 其实是把英文翻译成中文 我还是查英文的 那你如果说 法国革命 你如果是French Revolution 然后用timeline 我猜你也会得到好几份 那每一份 其实它是从不同的观点 在看问题 有的人看问题的观点 非常的宽广 比如说有些人 就会把那个贸易战争放进来 然后呢 有些就会把荷兰 英国 法国 那个复杂的政治 经济 贸易 的架构下来看 French Revolution 那从不同的观点角度 它在 写timeline的时候 它就会得到不同的这个timeline 所以你在汇整这个timeline的过程 你其实也会 逼你自己去思考 为什么这一份timeline 多了这两条 那一份timeline多了那两条 那所以你阅读的 阅读的这一个过程 协助你去 用timeline来协助你整理你的阅读 然后在最后用timeline来 协助你记忆你的阅读 那只要形成一份timeline的时候 那个效果就会好很多 所以 我觉得就是说到这个年纪 然后为自己读书 要读得懂 读得有趣 要读得懂才会有趣 甚至呢 进一步读到自己有能力想 那会更有趣 那这样才有才比较有意思 应宏 你的阅读进入到第几页 或第几章 看完了吗 看完 你使用的工具 发展到什么程度 只要在看书而已 你还没有上网去查过 有啦 有查一次 有查多少 查一次 好玩吗 越查就越多可以看啊 对啊 你有在查吗 我查中文的 结果呢 有趣吗 我觉得是因为老师有期待 所以就认真一点看 然后因为老师给我们一个目标 就是等我们看多了以后 会就是真的 因为如果说 你问我这本书好不好看 我觉得很难看 不有趣是不是 所谓很难看是不有趣还是很难懂 我觉得都不容易 一则是它是翻译书 有没有 就是我们读起来会觉得 读过也很不容易留下印象 然后因为我们本来没有那个设定 没有那个期许 如果老师期许说 我们懂得读书方法 懂得怎么去查资料 懂得怎么样去思考 或反问 那你就会觉得 那个也不是读一遍就会了 那所以就要读很多资料 才慢慢累积嘛 对不对 所以因为老师有这个期许 所以就改变态度来读一读 那大家就会阅读 也开始记得住比较多东西啊 然后也可以开始产生一点点趣味啦 不过我都是看中文 没有看英文 然后中文 其实也可以查得出来 太难 就是我不要查资讯 用大事记 没有没有 我没有查大事记 比如说我就是看工业革命 有些人他就整理堆来了 你看 这也有时间表啊 然后也有德国的工业革命啊 法国的工业革命啊 然后你可以比对一下 同时期 德国有多少 这个蒸汽机 英国有多少 就可以看得出来 那个进步的情形 或者是说 诶 多读几遍 可能开始会对 哦为什么西班牙没有工业革命 或者是法国为什么没有 会开始慢慢有一点点整合啦 而不会说读这个好古早 或者是完全记不得这样 我觉得我们 如果老师是真的给我们很多时间 那可能也会慢慢有概念 不然我觉得这些东西 永远都是历史课本 以前读过的东西 其实是没有增加 是不是 我可能比较好跟丽地相反了 我觉得太好好看了 我就是觉得光是这个作者 他描述事情的方式 我就觉得很精彩 然后也觉得蛮冲击的 尤其是他在描写拿破仑的角度 跟我们以前看到的都不太一样 然后我反而比较被他的那个 好像有时候很顽皮的讨论某些人的性格 他在历史里面会有某种人物出现 那个事情我会觉得很有趣 所以至于年代 就是很理性的去分析那个年代 我就想说那就很像偷懒 就等到死了 可是我本来说第一次你没有来 你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大家去查这些东西 所以我要你回去要补听录音带 你有补听吗 我啦 是我没来 我有补听 我要补听的人是你 不是他 对 我必须回来 好 阿秀呢 我 你有查吗 有 有的样子是中文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那个雅各宾党人 我就比较偏向说我查他 然后从法国到国外整个他的分裂的派系 比较了解了以后 我就会认为政治经济跟社会几乎是紧密的 但是至于哪一个年代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我从小就对你这方面的IQ很糟糕 所以我就总觉得我即使做了笔记 我还脸不太起来 有关这个人的或者是整个社会的经济的 这个我反而比较能够把他们现在做比较 这样读你觉得有趣吗 有乐趣吗 还好 只要不要跟年代有关系的就还好 不行 是啊 所以就是碰到年代我就很辛苦 我就列下来 要上网查 我都会先查后面的那个 然后最后没有时间 后来就没有查了 你会不会 你应该也会使用复制剪贴这个动作吧 就自己建立一个文件 查到的东西建立文件 但是我的习惯我都要自己去整理 一样啊 剪贴也是整理啊 一定要用手写一次 好吧 就一定要用手写一次